欢迎来到GameFi Whistle 这是一个专门研究最有前景的GameFi的中文频道 首先声明本频道所有内容不构成投资建议 如果你有任何不懂的地方 欢迎在评论区互动 我会很乐意解答你的问题 为了不错过任何可能赚钱的机会 请订阅我的频道并点开小铃铛 话不多说我们开始 币圈项目只要是跟狗相关的 总能引起关注 比如说狗狗币柴犬币都是这一类的翘楚 那么今天这个项目也是跟狗有关 叫做狗革命 你可以看到这是它的官网 这是一个运行在Tezos链上的3D狗狗养成类游戏 这意味着你需要一些Tezos原生代币XTZ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小兔子 这个代币你可以在几乎所有的主流交易所买到 当然呢你也可以购买Dogami项目的原生代币Doga 关于这个币的话 你目前只能在一家交易所找到 那就是Gate 中文名叫芝麻开门 进入他们的官网 点击交易现货交易 输入Doga 你就能找到DogaB DogaB在Twitter上有95700的Followers 在Discord上有116000的Followers 并且你可以看到他们社群的活跃度是挺高的 鉴于他们只是进行了首轮的NFT售卖 并且能在Tezos这样一个并不是很多GameFi的选择的链上 能够取得这么多的一个关注量的这样一个里程碑 我觉得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 包括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社群规划也是做的比较不错 首先这上面是一个他们的基本信息 包括他们有多少关注数 那么下面会有一些他们白名单的一些活动 以及抽取的白名单的一些At 一些普通的聊天 包括秀你买的狗狗 秀你在现实中的狗狗 虽然我也不知道他们会受一些痒 另外你还可以看到 下面会有一些不同语言的分区 你也可以在这里面找到中文分区 而且你可以看到里面的活跃度也是很不错的 那么目前首批8000个狗狗NFT已经Mint结束 但是不要着急不要FOMO 因为5月底即将进行第二次Mint 仅限白名单用户 所以你应该只有差不多两周的时间可以拿白 并且以一个超低的价格获取一只狗狗 所以我强烈建议你看完我的分析之后 如果你觉得这个项目不错 加入他们的社群 你抓住最后上车的机会 那么另外一个特别的点是 都跟你区别传统的GameFi的双代币模式 他们采用单代币 那么我们知道现在一般的很多的项目 都会采取一种多币模式 主要是分为治理代币 我们可以把它称为AB 以及游戏内的代币 我们把它称为BB 那么这样子的话 项目方是希望这个治理代币 和游戏内的代币可以有效的隔离 这样子的话 如果说游戏内的代币出现什么问题 至少说不会直接影响到AB 但是在现实操作中 我们会发现 这是很多项目方案 它放松了前期对代币经济学的设计 导致因为游戏内代币 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BB无限产出 因为毕竟大家都在里面 不管你是Play to R 还是Move to R 还是各种图案 它的游戏内代币会无限的产出 那么价格就会持续走低 就跟现实中的通胀一样 那么项目方这个时候想着拉盘 但是余数无补 因为随着游戏的持续 BB肯定是越来越多的 游戏币会不断的通胀 那么这样子整个项目就会很快速的死掉 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 Dogami的白皮书 他们的Doga限量10亿个供应 它不仅是游戏中 你可以通过玩来赚取的代币 也是这个游戏的智力代币 因为它是有限的 所以说Dogami必须在前期 非常认真的计划它的代币经济学 所以我们能够在下面看到 这个代币它能够质押 每个月会分配预定数量的Doga奖励 其中40%将保留用于赚取和质押奖励 那么这里会有一个 他们详细的经济学的算法 比如说这里你可以看到 11个Doga币中 有16%质押奖励 有24%游戏赚钱 19.5%用于生态系统 以及7%用于空投和促销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下面的一大部分 其实都是用于游戏的整体发展 以及对玩家在游戏内的产出的一个奖励 而且你可以看到 战略投资者所占的比例只有4.5% 而且不仅如此 这一部分比例还不是直接释放给战略投资者的 你可以在下面看到 战略投资者所获得的代币奖励 需要在12个月之后一次性给到 也就是说在今年年底的时候才会给到 也就是说这些利益相关者 并不能够在前期拿到最便宜的代币 并且在游戏刚上线后就疯狂的抛手来砸盘 这也是我觉得他们做的一个 很保护玩家的一个行为 那么讲了这么多 现在我们来聊一聊Dogami的玩法是怎么样的 Dogami是一种3D虚拟宠物狗 每一只都是独一无二的NFT 这意味着只要你拥有了一只Dogami 你就可以通过售卖它来获利 不过无论你是手上有一只狗狗 还是打算买一只呢 你需要知道它的真实价值 那么稀有度应该是衡量价值的重要指标了 每一只狗狗都拥有一些独特的属性啊 那么最明显的就是它们头上的稀有度标识 你可以在这里看到 分为青铜、白银、黄金和钻石 那么一级市场的狗狗 一般会按照这张表格的比例来出售 玩家通过开盲盒获得随机属性的小狗 这意味着每发布一百只狗狗只会有两只钻石狗 所以如果你获得了钻石狗啊 恭喜你 你是百里条二的幸运儿 不过不仅如此啊 毛皮和眼睛的颜色 狗狗的个性、性别以及代际 也会影响稀有度 那么稀有度是基于现存 所有狗狗的属性分布来计算出来的 是动态的 你可以在它们白皮书里的稀有度分布看到 它们有一套严丝合缝的计算规则 那么当有更多狗狗被发布时 你的狗狗的稀有度也会有一定的变化 你可以在Dogamy Marketplace里查看正在售卖的狗狗 以及它们的稀有度属性排名 这是衡量它们价值最重要的指标 你可以看到目前有8000只狗狗 那么正在售卖的有87只 地板价是295个小兔子 我们随便点开一只就可以查看它的具体稀有度排名以及分数 比如说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稀有度分数是33分 在8000只狗狗中排名7247 请注意啊 这个排名不是一成不变的 分数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随着更多的NFT狗狗被投放入市场 那么它会根据比如说它的毛皮颜色 在目前Red可能是只有1%的Dogs拥有这个特性 但是如果有8万只狗狗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比例可能会有一些微变化 那么这也会影响到它的score的变化 但是也注意啊 目前在二级市场买狗狗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最贵的狗狗标价已经接近50万美元了 咱们先不管它是不是有价无事啊 但是这只狗狗啊 在三个月前只是花了50个小兔子 约合180美元就被铸造了出来 所以本月底的第二次命点 花费应该依然很低 各位一定不要错过 但是作为一款游戏啊 拥有一只狗狗只是开始 接下来你将和你的狗来到Petaverse 一个宠物元宇宙 然后通过玩各种小游戏 提升小狗的等级和亲密度 你可以在它们的白皮书的游戏玩法里面 找到它们的详尽的玩法 比如说狗狗会有三个不同的阶段 小狗阶段 成人阶段 和精神阶段 那么小狗阶段的话 玩家主要是靠一些休闲的单人游戏 去养它们的NFT小狗狗 另外当狗狗成年之后 它还能够繁殖新一代的狗狗 并且还能进行很多 竞技性的多人名义游戏 当然它们还有一个远大的构想 就是在成年狗之后 狗狗还能进入精神世界 第三阶段 那么在这个阶段呢 你可以通过购买土地 也可以通过在土地上举办活动 并且收取门票 或者各式各样的来获得收入权 那么这个模式 就有点正儿八经的metaverse 那确实petaverse 这个名字名副其实 当然讲到这里 我们必须提一下 这个游戏到底应该怎么赚钱 首先最简单的赚钱方式 当然是你直接抽到一只狗狗 并且把它以高价卖掉 这样是最简单的 但是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显然你就错过了 可以持续赚更多钱的机会 因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有很多种盈利机制 那么首先你可以看到 即玩即赚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play to earn 不管你是养的小狗 只能玩单机游戏 还是你已经把它养成了成年狗 可以参加各种P2P 或者说是rank模式 你都可以获得DogaB 而且这个DogaB是限量的 它也是治理代币 所以说它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同样你也可以通过移动赚钱 这就有点像现在特别火的 Steppen的这个跑鞋游戏 对吧 移动赚钱 而且这跟狗狗也很契合 因为你如果有只真实的狗狗 你就会带它出去玩 基于这款游戏 后期会出移动端的版本 那么配合上你的手环 或者各种移动设备 你可以出门去遛你的虚拟狗狗 并且获得Doga奖励 那么不仅如此呢 还有质押 这就是一个Defi的属性 通过质押DogaB呢 你可以获得一些Doga的奖励 以及其他配件和消耗品 配件呢可以略微的增加狗狗的稀有度 而消耗品呢可以增加狗狗的成长速度 或者说你可以用更少的时间高效率的完成每日任务 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盈利机制其实是多种各样的 包括Play to Air Move to Air 以及一些Defi的机制 包括我们可以这里看到还有一些Defi机制 包括将你的狗狗出租来获得奖励 不仅如此啊 你如果养了一只公狗狗 你还可以选择一只母狗狗来进行交配 你可以在这里看到DogaB只能在称为爱情阶级的特定时期繁殖 你可以看到狗狗一生中只能繁殖有限的次数 以及玩家必须支付Doga的约会费才能进行DogaB配对 并且原则上每次交配只能产生一只小狗 其实这个设计的是非常巧妙 因为理论上来讲狗狗的数量就不会爆发式增长 不会造成NFT通商价格也会自然稳定 那么我刚才提到了Doga它也是一个有限的 那么这里面的狗狗其实它也是不会呈现爆发式增长的 所以总体来看的话 这里面的资产它都是成一个稳定不断发展的过程 也可以看出项目方其实它是想一个做长远规划的这样一个项目 并不是说只是想卷一波钱就跑的这样一个项目 因为如果我是项目方的话 我一定会在这里写上它们一次能够生下一窝的狗 而且它们无限的产出 这样子的话 我可以作为项目方多拿几条狗 然后无限的生产直接抛售掉 然后跑路 那么鉴于我刚才提到Doga米只是进行了首轮的NFT发售 那么它们的P2E要什么时候上呢 在QR的时候就会上线 那么也就说最迟会在6月发布 那么届时你需要至少有一只狗狗 和一些Doga代币才能参与进来 所以说本月底的Mint可能是你最后获得便宜狗狗的机会 一定不要错过 要不然你只能去RG市场买狗狗了 不仅贵 而且它的繁殖次数 它的赚钱能力 都是不如你在Mint里面获取的狗狗的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正式版的Petaverse将在Q3季度发布 并且登陆苹果和安卓移动端 那么到时候游戏的可玩性呢就会有一个大幅的提升 但是因为马上就要进行P2E了嘛 包括很多DeFi的这种赚钱的模式都会推出 其实这个都不着急 只要能够赚钱 只要能够稳住 那么都问题不大 那么作为一个休闲类的游戏 它的每一个时间节点 其实规划的都是非常合理的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在这个Q2的季度里边了 那么也就是说在下一个季度 Dogami项目就已经可以实现 基本上白笔处理提到的所有设想的除了几个别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计划 以及他们做的效率以及效果都是很不错的 那么他们的融资情况也是不错的 他们在去年12月21日获得了600万美元的precede round的融资 其实precede round的你可以理解为朋友家人轮融资 这个比种子轮更小 那相比一些项目刚建立就直接来一波ICU全市场的钱 我觉得Dogami的起步可以算是非常良心 那么投资人包括传统游戏巨头玉币 以及多家区块链投资机构 另外还与sandbox有合作 你可以在这里看到sandbox 那么在今年的3月20号 Tezos Foundation追加了一笔50万美元的种子论融资 那么使Dogami的融资额达到了650万美元 虽然说这650万美元对于一些3A大作来说 那肯定是毛毛雨 但是对于以Dogami计划的这样一个休闲类的游戏来说 650万美元是完全可以支撑它走过很长一段时间的 所以我也从这个方面觉得说这个项目是一个非常OK的项目 那么你甚至可以在Tezos Foundation 在今年3月份发布的半年度更新报表上看到 他们表彰了这些在Tezos链上创造了各种新颖有趣的应用程序的这些项目 那么其中就包括Dogami 这可以看出真的是Tezos的亲儿子不仅投钱 而且在报表上也把它写上 包括后面还有他们的专栏专业 那我就不在这里展示了 那么有传统游戏巨头 预避还有自己所在的这个公链Tezos的融资背书 还有一些资源的提供 那么可以预想这个项目一定会是Tezos链上未来主推的一个项目 那么你还可以在官网上看到他们的创始团队人员的姓名和照片 全部都是实名制的 那么自然也增强了可信度 我们知道其实好多项目他们的头像就是一个虚拟头像 然后名字也是花名对吧 你可以看到他们每个人的照片名字 以及他们过去的工作 他们现在的职位以及他们的Twitter和LinkedIn都是有的 那么这是一个法国巴黎的团队 CEO的话 曾经供职于世界顶尖的咨询公司 波士顿咨询集团 那么CEO首席运营官 曾经是Womits的联创 这是欧洲首家宠物综合信息平台 建立于2009年 而且在18年的时候被缺少收购了 所以他有丰富的宠物类项目运营经验 那么CTO首席技术官呢 曾经是Equasive的创始人 并且担任过SmartLink的首席DeFi架构师 CBO也就是首席品牌官 在索尼英国做了三年的内容制作人 有七年的电影媒体制作经验 和五年的品牌策略管理经验 他们艺术总监呢 之前在玉璧旗下的猫头鹰游戏工作室 干了16年的艺术总监 所以说整个团队每个人基本上都是行业精英 而且他们的经验和各自在项目里担任的职位 其实都是非常对口的 所以项目成功的几率自然也会很高 所以综上所述啊 我认为Dogme是今年最有可能大火的GameFi之一 那么热门的狗狗类项目 玉璧和Tezos投资背书 全实名制的优秀创始团队 然后全面的白皮书企划 还有极易上手的休闲类玩法 然后P2E M2E DeFi等多种赚钱的模式 而且他们的活动运营也做得相当不错 最近一次允许白名单活动我有参加 就是玩一个英游获得1000分 就可以参与白名单抽奖 社群的参与度很高 游戏也很有意思 我会把所有有用的链接都贴在屏幕下方 你可以去看看他们的白皮书Twitter Discord 不要错过马上到来的第二次铸币 再次提醒他们的第二次Mint 就在这个月的下旬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 请关注我的频道 我会持续更新最有机会赚钱的GameFi解析 那么最后让我们用Dogame的宣传片做结尾吧 这里是GameFi Whistle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的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是Dogamy